我的床上有两个枕头,一个靠着,一个抱着 开学第一天,高冷校草同桌主动和我搭话 你晚上睡觉能不能别抱着枕头 我…… 我感觉莫名其妙,晚上把枕头抱得更紧了 第二天校草修红了脸,你要抱着也可以,能不能别抱那么紧 多年后,校草直接把我的枕头丢到一边 别抱它,抱我 正文开始 我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都要抱着枕头睡觉 不抱着就很没安全感 快开学了,学生党还在疯狂补着作业 在开学前一天,我奋斗到凌晨点 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腰酸背痛的我,只想抱着我的蕾丝花边枕头赶紧入睡 换好睡衣,我躺到床上 奇怪,怎么感觉枕头颜色比以前红 错觉,肯定是错觉 一定是灯光问题 抱着我香香软软的枕头,我还忍不住猛吸了一口 只是香味好像和以前的不太一样 可能是我妈换洗衣液了 很快,我就进入了梦中 第二天醒来,我羞红了脸 我居然做春梦了 对象还是我拿高冷的校草同桌 和他坐了两年半的同桌 我们说过的话,一双手都可以数过来 我怀疑他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啊,我怎么会梦到这种东西啊 还是和一个木头 真是太羞耻了 来到班上时,同桌软明身已经坐在位置上了 想起夜里做的梦,我都没脸看他 人一尴尬,就会假装自己很忙的样子 我坐在座位上,把我的客桌擦了又擦 你晚上睡觉能不能别抱着枕头 旁边传来一道低沉而又雌性的声音 我缓缓转过头,和软明身来了个对视 我指了指自己,你在和我说话吗 软明身,不然呢 嗯,他怎么知道我晚上抱着枕头睡 不是,重点是我抱着枕头睡关他什么事 我感觉莫名其妙,直接开口问他 我为什么不能抱着枕头睡 我又不是抱着你睡 我看到软明身脸上出现了一丝可疑的红韵 下一秒,他直接转过头去 吐出两个字,随你 这人怎么阴晴不定的 不过他主动和我说话,就很匪夷所思 放晚自习回到家后 我看到床上的枕头 不禁想起了今天软明身说的话 他知道我抱着枕头睡 难道他在我房间装监控了 嗨,怎么可能 这不符合他的人设 洗完澡后 我美美地躺到床上 抱着枕头又是一顿冷吸 也不知道我妈换了什么牌子的洗衣 真的太好闻了 只是这味道好像有点熟悉 好像在哪闻过 想不起来了 软明身让我不要抱着枕头睡 那我偏要 我双手双脚并用 把枕头使劲往怀里塞 直接张开双腿夹住枕头 夜里,我又梦到软明身了 干,居然还是春梦 尺度还比昨天晚上的大 我可是一个思想纯洁的岁少女啊 怎么可以梦见这种东西 梦里的软明身温柔地含我心心 手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和发丝 嘴巴时不时对着我耳朵吹气 而我勾着他的脖子 想向他索取更多 可他却在欲挙幻影 醒来时,我居然还有些回味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红韵从脸颊蔓延到脖子根 在以下被涉衣遮住 我烦躁地挠了挠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啊啊啊啊 黄色从我脑子里滚出去 来到学校 我更不敢面对软明身了 但我没注意到 他也在躲避我的视线 一个男生从我们桌旁经过 他疑惑地看了我俩一眼 然后口出狂言 你们两个脸怎么都这么红 像新婚的小夫妻一样 说完 他做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 哦,你俩顺时谈恋爱了 下一刻 我和软明身一口同声 朝着男生大喊 没有 男生吓了一大跳 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们一眼 然后回到了他自己的座位 而我和软明身都有些发愣 我鼓足勇气偷瞄了他一眼 又瞄了一眼 然后和他对上了视线 我和他同时躲避 过了一会儿 软明身叫我名字 游欣诺 语气客气又疏离 和梦中的完全不一样 我 啊 软明身 我不是让你晚上别抱着枕头睡吗 我 你这样说真的很莫名其妙 你怎么知道我抱着枕头睡 软明身沉默了一会儿 有些结巴地开口 如果我告诉你 你晚上抱着的是我 想起我做的那个梦 我抱着的的确是他 但我抱的是枕头啊 软明身继续说了下去 我知道你不信 我有证据 说着他抬起手臂 凑到我鼻子前让我闻 我下意识吸了一口 等等 这味道好熟悉 和我枕头的味道一模一样 软明身咳了两声 熟悉吧 是不是和你枕头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知道你睡前有吸枕头的习惯 这个是不是可以证明 我实话了 所以 所以软明身真的变成了我的枕头 还被我抱着睡了 等等 睡了几晚 我看着软明身 问他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的枕头的 软明身心虚的不敢看我 大概从上学期放假开始吧 我 那不就是十多天吗 意思是 这十多天 我一直抱着一个男人睡觉 我又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缓缓转头看着软明身 那我经常在房间换衣服 岂不是被你看光了 软明身脸更红了 他看着我 对不起 第一天晚上我就想提醒你的 但家你好友一直没通过 我想起来了 放假期间 的确有一个全黑头像的人 一直加我猛信 我以为是骗子 就没点同意 软明身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到晚上 就会变成你的枕头 如果你一定要抱着睡 可以试试换个枕头 我还没缓过神 只是点点头 现在我和软明身之间 真的太尴尬了 在这之前 我们还是一对不熟的同桌 现在 已经是抱一起睡过觉的关系了 晚上 我把我的蕾丝抱枕 放到客厅沙发上 这已经是我对软明身 最大的善意了 我多贴心 没直接说柜里 还想着万一他穿过来 放沙发上他能睡得舒服点 枕头我是一定要抱着的 这已经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 我重新从柜里翻出一个枕头 闻了闻 上面没味道 我才安心抱着睡 次日到学校 我敲咪咪对着软明身问道 我昨天换枕头了 你还有穿过来吗 软明身点了点头 我又问 我昨天把你穿的枕头放沙发上了 睡得还好吗 软明身沉默了 他表情复杂地开口 我昨晚还是睡在你怀里 我 我 干 不是 意思是我抱哪个枕头 你就穿到哪个枕头上呗 软明身 是的 我双手符额 一脸菜色地看向软明身 放心 今天晚上 我会尝试不抱着枕头睡觉 软明身 好 事实证明 这件事对我来说 的确是困难的 晚上我躺在我的大床上 翻来覆去 根本睡不着 但我还是忍住了 去抱枕头的冲动 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失眠了一整夜 早上 软明身同情地看了眼 我那笔眼睛还搭的黑眼圈 他提出建议 实在不行 你就抱着睡吧 只是别抱那么紧 我 我能感觉到 我现在脸应该很红 什么叫那么紧 这是什么色色的台词 我假装收拾课桌 然后结结巴巴回它 嗯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的体谅 我会暴松一点 还好这是上课铃声响了 要不我还真不知道 这对话要怎么进行下去 啊 这都是些什么事啊 一天的时间快结束 我和软明身 还是像以前那样 除了早上 一整天都没说话 只是我们之间的氛围 多了些说不出来的诡异 放学收东西时 我还是忍不住问软明身 那个 你成年了吗 软明身眼神往下瞟 仿佛在躲避我的视线 他点点头 嗯 上个月刚满18岁 噗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软明身看了我一眼 问我 你笑什么 我赶紧嘴角往下压 不好意思啊 我想起了前段时间 网上很火的一个梗 软明身 哦 什么梗 我背起书包 没什么 我也成年了 我就先回家了 再见同桌 嗯 以前我最喜欢的时间段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现在 我巴不得24小时不睡觉 我洗完澡后 看着床上的枕头 若有所思 我慢慢躺下 做了一段时间的思想建设 终于抓起枕头 轻轻抱在怀里 一想到枕头是个男生 我就感觉心跳得有些快 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然后开口 软明身 你应该穿过来了吧 放心 我抱得很轻 说完后 我缓缓闭上了眼睛 结果下一秒 从枕头上传来一道低沉的男生 嗯 什么动静 我吓得直接把枕头扔了出去 四枕头又出声了 我是软明身 我挑了挑眉 你也没告诉我 你还可以说话呀 枕头软明身回 以前不可以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能出声了 就像你前十几天 不能闻到我的味道 开学前一晚 就忽然能闻到了 我 哦 你的意思是你穿到枕头上 还会慢慢进化 我若有所思 然后忽然像想到什么一样开口 那万一你过几天 长出个枕头手枕头脚什么的 岂不是很恐怖 软明身 那就不知道了 快来抱着我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 我 好 我捏手捏脚地抱起枕头软明身 和对方说了声晚安 然后再次闭上眼睛 很快 我的怀里就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他这就睡着了 不是 他这么淡定吗 我却睡不着了 虽然我现在很困 但就是不能进入睡眠 软明身的呼吸声 加上他身上的香味 让我产生了一种婚后和丈夫抱在一起睡的错觉 我尝试着数羊 一只羊 两只羊 三只羊 三百只羊 三百零一只软明身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迷迷糊糊间 软明身又出现在我的梦里 他一直在叫我的名字 这次我知道了自己是在做梦 所以当他要来抱我时 直接躲开了 第二天早上 游欣诺 快醒醒 要迟到了 好吵 我抱着枕头翻了个身 眼睛依然没睁开 喂 游欣诺 快起床了 哎呀 我烦躁把枕头往怀里塞了色 软明身 你别吵了 你都叫了我一整夜了 软明身 忽然 我的房间门被打开 传来我妈的大嗓门 游欣诺 你怎么还在睡 你只有二十分钟 就上早自习了 听到我妈的声音 我一机灵从床上坐起身 看了眼手表 六点 完了完了 要迟到了 要被老爸骂了 我迅速起身 换衣服 洗漱 上厕所 一气呵成 头发随便用手指抓了两下 就蹬着我的自行车去学校 到教室门口 我看了眼时间 六点 还好还好 踩点到 只是我看见 旁边的座位还空着 奇怪 软明身不是每天提前个把小时 到教室学习的吗 是请假了 还是去厕所了 上课铃响了 教室里瞬间响起 同学们早读的声音 我看到班主任也来了 他在教室里环视一圈 然后在我的座位旁停下 游欣诺 软明身还没来吗 还是去上厕所了 我刚想回答我不知道 就听见门口传来 软明身喊报告的声音 班主任示意他进来 然后问他 去哪了 软明身直接说他睡过头了 班主任没说什么 让他下次注意就走了 软明身坐下来 我忍不住凑近他 喂 同桌 你也会睡过头啊 软明身瞥了我一眼 表情看上去有些无语 难道不是你睡过头了吗 我 哇靠 你怎么知道 还没等他回答 我一下反应过来 忽然想起 早上软明身叫我起床的声音 你的意思是你早上了还在我家 软明身 是啊 从昨天开始的 你醒了我才可以回到自己身体里 我脸上浮现出心虚 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 对着他笑笑 抱歉 我的错 下次不会了 我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又问他 可是我没迟到啊 你怎么迟到了 软明身 我家离学校远 我 哦 刚被两个单词 软明身凑过来 你今天早上 说我叫了你一整夜 什么意思 忽然想起这茶 我抽了抽嘴角 他的确叫了我一整夜呀 不过是在梦里 我赶紧乱回 我做梦梦见了一只小狗 他在我梦里忘了一整夜 软明身 可是你早上的原话是 软明身 你别吵了 你都叫了我一整夜了 我 你为什么连我说话的调调都学出来了 我哈哈两声 那只小狗也叫软明身 和你同名 真巧哈 软明身 你看我相信吗 下课后 软明身递给我一个三明治 我也不客气 说了声谢谢后 直接接过 看不出来吗 这软明身还挺暖 直到我早上来不及吃早餐 还给我带了一个 我从书包里找出两瓶牛奶 然后分给他一瓶 刚插上吸管 就有人告诉软明身 说教室外有人找他 软明身出去了 很快 教室外就传来一阵起哄声 看来有热闹看 我叼着三明治就围了过去 热闹的主角 正是软明身 和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女生红着脸低着头 手里捏着一封信 她缓缓将信举起 递给软明身 软同学 这是我的情书 请你收下 我八卦地扯了扯旁边的同学 你知道吗 同学看向我 这你都不知道 他是咱们学校校花甜腕啊 长得漂亮 学习也好 听说还是个富二代 哇 两声点点头 与此同时 软明身开口了 同学 谢谢你的喜欢 但高中毕业前 我不想谈恋爱 抱歉 空气沉没了两秒 甜腕忽然笑起来 他被拒绝了 脸上却没有半分尴尬 他对着软明身爽朗一笑 我知道了 那等高中毕业后 我又追你 软明身刚想开口说什么 甜腕就跑走了 热闹没了 人也就散了 我回到座位 继续吃我的早点 软明身也回来了 我假装不经意 瞟了他两眼 然后用开玩笑的语气开口 同桌 你的桃花真漂亮 软明身看我一眼 没你漂亮 可嗨嗨 我被他的话吓得呛到了 我可不漂亮 我有自知之明 他现在居然会调侃我 他以前可是个闷葫芦 话少得像哑巴 这种话绝不可能 从他嘴里说出 我还在继续咳嗽 软明身貌似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替我拍背 我连忙向他摆摆手 表示自己没事 时间过得很快 马上就要高考了 软明身 还是每天晚上都会穿过来 我也慢慢习惯了 把他当枕头抱着睡 这段时间 我紧张焦虑 但每晚听着 软明身均匀的呼吸声 我又莫名安心 我开始比以前 晚睡一个小时 主要是补我的弱势 学科数学 我焦虑地啃着指甲死磕大皮 大有一种没弄明白 就不睡觉的架势 软明身都看不下去了 他提出可以帮我补补 我当然求之不得 他给我讲的解题思路 很通俗易懂 我的数学成绩 也在慢慢提高 高考倒计时 慢慢从两位数 变成一位数 月日晚上 软明身还和我说着 可能会考的知识点 让我再翻开书看看 学神的话 我当然要听 赶紧掏出课本 到点时 我准时抱着枕头 软明身睡觉 第二天睁开眼 我看着怀里抱着的枕头 小声说了句 软明身加油 忙碌了两天后 终于考完了 考试期间 我没见过软明身 他和我不在一个考场 走出学校的我 暗暗松了口气 我认为这次高考 我是正常发挥 考译一本应该没问题 终于结束了 只是月日晚上 软明身没再穿到我的枕头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高兴 还是别的什么心情 但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或许软明身是高兴的吧 他终于不用每天晚上 被我抱着睡 终于可以回归 他的正常生活 月日 班长组织举行同学聚会 我心里有些期待 但不知道在期待些什么 这或许是我和软明身 最后一次见面 毕竟以后就各奔东西了 来到包厢外面 我看到了远处 对对着我的软明身 我刚想叫他 就看到他面前 好像还有一个人 只是被他挡住了 应该是个女生 我听见软明身 叫了那个女生的名字 甜腕 我顿时感觉 心里有些酸涩 赶紧进了包厢 结果包厢内 是表白现场 我看见学尾 正拿着花向他同桌表白 周围是同学们起哄的声音 我也赶紧加入 只是有些心不在焉 我看到女生 同意了学尾的表白 然后他们紧紧抱在一起 这种双向奔赴的爱情 真幸福啊 我在心里感慨道 我下意识往包厢外看了一眼 然后刚好看到了 进来的软明身 我和他对上视线 然后又迅速一开 软明身走到我面前 拍了拍我的肩 我听见他说 毕业快乐 游欣诺 我回了他一个笑 然后道 你也是 我看到软明身欲言又止 但最后他还是没说什么 同学会全程 软明身都坐在我的旁边 但我们几乎没什么交流 结束后 我向软明身张开双臂 甜甜一笑 同桌 我们抱一个 或许以后都没机会见面了 软明身点点头 然后抱上了我 我贪婪地瞬息着 他身上熟悉的清香 想着要是能和他 多待一会儿就好了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分开之前 软明身摸了摸我的头 这是他第一次 对我做这个动作 他说 游欣诺 以后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找我 我的某信号一直是那个 不会换 我点点头 嗯 后来 我在班级群里听说 软明身考了个省状元 华大和京大抢着要人 但最后 软明身选了京大 听说笑话追随 软明身的脚步 也去了京大 看来 优秀的人就喜欢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而我 到了南方的 一所一本学校 大学生活 并不像我之前想象的那样轻松 甚至有时候比高中还累 但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晚上睡觉时 我会抱着枕头发呆 想念着高中生活 我偶然会想起软明身那张没什么表情 但却越看越好看的脸 有时候 我会去刷他的朋友圈 想看看他会不会发自拍什么的 虽然我知道不可能 果然 他的朋友圈一条动态都没有 要是能再见一面就好了 他现在应该在大学里继续发光发亮吧 他会认识很多新朋友 或许早就忘记我了 大一下学期 一个同社团的学长向我表白了 但我拒绝了 他却说想和我当朋友 我想说没必要 但又想起我们在同一个社团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关系也不好弄得太尴尬 就没多说什么 宿舍四个人 只有我没脱单 社友打趣我 诺诺 你怎么一副对男人没有欲望的样子 我笑笑 不正经道 因为我的内心深处 有个难忘的白月光 社友以为我细经上身 没再搭理我了 某天早上 软明身给我发消息 游心诺 听说你在大 我刚好到那边城市半点事 你有空可以出来聚聚吗 看到消息时 我一下从床上蹦起来 赶紧回到 游 最近没什么事 每天都挺闲 社友被我吓了一跳 问我怎么了 我难压激动的心情告诉他们 白月光找我聚聚 几乎从不化妆的我 难得请我们宿舍的化妆大师雅雅 给我化了个精致的妆 还让他们给我搭配了裙子 我来到和软明身约定的咖啡馆 看到他已经坐在那里了 我平复了一下乱跳的心脏 然后走进去 软明身 听到我的声音 软明身抬起头 我和他对视了几秒 然后同时扭过头去 我坐下 软明身才重新看我 好久不见 游欣诺 我回 好久不见 我看着软明身的脸 一时有些愣神 他模样一点也没变 仿佛还是那个碎的少年 他穿着休闲装 身上还是熟悉的味道 很好闻 大学生活怎么样 软明身开口 我回 很充实 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软明身眉眼微锤 那你有没有偶尔想起我 听到这有些暧昧的话 我眼睛亮了一下 我有些紧张开口 嗯嗯 你长那么帅 我当然会想起你 那你呢 软明身忽然很认真地注视着我 桃花眼里似乎有一滩浆水 清澈又明亮 他说 游欣诺 我很想你 深情的眼神 配上温柔的话语 我脸刷了一下全红了 就在这时 有人叫了我的名字 我转头一看 发现是那个像我表白的学长 他朝着我笑笑 欣诺 真是你呀 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你穿裙子 真好看 我尴尬地和他说了声谢谢 学长注意到我对面的软明身 又问 这位是 男朋友 我赶紧解释 不是 这是我的高中同学 到这边来办点事 顺便来找我聚聚 学长嗡了一声 仿佛松了口气 说下次请我吃饭 然后就走了 学长走后 我目光重新回到软明身身上 却发现 软明身一直盯着学长离开的方向 眼神有些不善 我叫了声他的名字 他才回过审来 然后 我听到软明身问 你有男朋友吗 我摇摇头 没有 软明身又问 刚才那个人是你的追求者吗 我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学长 然后回 我拒绝他了 沉默了片刻 软明身再次开口 游欣诺 我可以追你吗 啊 听到这话 我愣住了 软明身他 喜欢我 我一时不知道 是高兴还是惊讶 我抿了抿嘴唇 想着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纠结了半天 最后竟憋出两个字 随你 好敷衍地回答 我这一紧张 就容易读乱回的习惯 什么时候可以改改 软明身却是笑出了声 我又补充道 你随便追追就行 我很好追的 软明身 知道了 那天 我和软明身一起吃了饭 然后看了电影 去了游乐场 做了很多小情侣约会做的事 晚上我和软明身到旅馆 开了两间房 他的机票 是第二天早上点的 我将软明身送到机场 不舍得看着他 我踮起脚尖 亲了亲他的脸颊 看到他的耳垂 瞬间红到低血 我把头埋进他的怀里 声音闷闷地说 软明身 我答应你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男朋友 他今天不说明白 万一他以后后悔了 软明身摸着我的头 嗯 我知道了 女朋友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刚见面就要分开 我心里空落落的 我抱着他的力度中了几分 我去找你也行 回到宿舍 我把我和软明身在一起了这件事 告诉舍友们 舍友都为我高兴 祝贺我脱单 我坐在床上发呆 心想还真是神奇 我昨天本就想去见软明身一面 见一面就好 却没想到和他在一起了 可在一起后 我又想要更多 想时时刻刻和他在一起 他喜欢我 他为什么喜欢我 我这是在做梦吗 我正胡思乱想时 软明身发来了语音 欣欣 我去你的城市 不是去办事情 是特地去找你的 我听着软明身对我的称呼 和他说的话 不自觉笑出了声 他叫我欣欣 我戴上耳机 反复听了十几遍 时不时嘴角往上翘 舍友哑哑看到了 嘖嘖两声感叹 一股恋爱的酸臭味 晚上 我抱着枕头睡觉时 又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味 我忍不住小声喊道 软明身 顿了两秒 枕头回道 我在 软明身他又变成我的枕头了 我有些激动 那岂不是我们不用进行异地恋了 我有好多话想同软明身讲 但看了一眼 舍友们都睡了 我又默默闭上了嘴 我亲了一口枕头 小声道 晚安 软明身 第二天 我向导员申请了住外面 申请很快就批准下来 现在我面对枕头软明身 再没有刚开始的尴尬和害羞 晚上回到宿舍 我对着软明身喋喋不休 和他说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 软明身只是默默听着 我怕他听烦了 就问他 我是个话牢 你会不会不喜欢听这些 软明身 不会 你说的很有趣 顿了几秒 他又道 你高中时候怎么不和我讲话 我想起高中时候软明身那张冰块脸 然后如实回答他 你高中时期浑身低气压 一副默矮老子的样子 我可不敢主动和你搭话 软明身 好吧 我的确不喜欢和别人交流 但你除外 我喜欢听你说话 我笑了 真甜 看来甜甜的恋爱 不仅看别人谈有意思 自己谈更有意思 大学毕业后 我和软明身扯正了 我立刻发了个朋友圈 秀恩爱 然后一个高中同学在下面评论 我就说你俩有猫腻吧 当时你们还不承认 我回 有空来是喝喜酒哈 结婚后 软明身变成了我的人形抱枕 别说软明身那么大只 和枕头抱起来 手感还是差太多了 但我居然睡得更安心了 晚上在床上我问软明身 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 你是喷了香水还是用了什么洗液 软明身盯着我的唇回 这是只有你才能闻到的爱人的芬芳 我捏了把软明身的腹肌笑着道 你都变骚了 软明身依然盯着我的唇 我一直是闷骚啊 你现在才发现吗 我笑着说了声滚蛋 下一秒软明身亲上我的唇 有天 软明身的表弟来做客 趁软明身去切水果 表弟偷偷摸摸和我说 嫂子我告诉你啊 当时我哥打电话问我 怎么追女孩 我都惊呆了 他这个闷葫芦居然也有开窍的一天 我让他直接表白 没想到他照做了 话还没说完 软明身就端着水果出来了 他直接挤坐在我和表弟中间 喂了我一块苹果 然后笑咪咪看向表弟 夏沐阳 我就妈让你现在回去一趟 表弟 哥 可是我刚来啊 我牵起软明身的手 同样笑咪咪地看向表弟 表弟你快回去吧 我和你哥要过二人世界了 表弟 看着面前的爱人 我忽然想起高中毕业时 我害怕和软明身分开后 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当时感慨的是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但后来软明身告诉我 人生无处不相逢 而我们的相逢 是你主动奔向我的 软明身翻外 高三上学期放假那天 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枕头 还是我同桌的枕头 我感觉不可思议 躺在床上动不了 我眼看着游欣诺 从衣柜拿出了他的睡衣 我瞬间明白他要干什么 他要换衣服 我试着闭上眼 但怎么也闭不上 转眼珠子也不行 看着他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我不禁羞红了脸 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还要抱着枕头睡觉 更没想到的是 他还抱着猛吸了一口 第二天 我赶紧找到游欣诺的 某信响家他好友 把这件事告诉他 但那边却一直不同意 我又不好把这件事 告诉别人 让别人转达 只能等到开学 开学那天 我让游欣诺别 抱着枕头睡觉 他却口出狂言说 又没抱着我睡 我害羞 他不就是抱着我睡吗 我不太敢解释了 万一人家女孩子 把我当变态 只丢下个随你 结果当天晚上 他居然用腿夹着枕头睡 我被他搞得 一整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 我还是做好了思想准备 将这件事告诉他 他果然也很吃惊 还考虑我的感受 说晚上换个枕头睡 行吧 也只能这样了 但谁能告诉我 我为什么又出现在 他换的新枕头上呢 感情他晚上抱哪个枕头 我就穿到哪个枕头上呗 第三天 他说他尝试着不抱枕头睡 可当我看到他眼下的黑眼圈时 我又有些心疼 看来抱着枕头睡觉 是他的习惯 改不掉 算了 让他抱着睡吧 ko能活该和天下做 每个月 偶派 通出 быть